今索要中朝军队指挥权 彭帅说 我的对百万士兵负责 你不要胡来 1950年10月 英朝鲜方面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彭德怀元帅的带领下 复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虽然中朝双方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 利益在总体上是一致 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双方就没有矛盾相反 为了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 双方不断产生摩擦 造成了志愿军和金日成方面的关系常常很紧张 尤其是中朝军队指挥权在归谁的问题上 彭帅与金日成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志愿军入朝之初 双方就中朝军队指挥权问题进行过磋商 金日成认为 中国志愿军只是在敌情紧迫的情况 下帮助朝鲜抵挡以下属于援助地位 并不是主力 因此中朝军队的指挥权 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 而他是朝鲜领导人中最合适的人选 再说了这关系倒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 要朝方将自己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中方金日成 表示在感情上的确难以接受 而毛主席和彭帅认为要想打赢这场仗 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 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 朝方的军事指挥才能则很成问题 况且当时朝鲜征兵问题异常严重 16到45岁男子全部征调 入伍入伍军人家属 无人过问 一般群众没饭吃 加上朝鲜军队一切都无长期打算 孤注一掷的帽 显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 其军事指挥也异常幼稚 譬如1950年10月持久日今日成命朝鲜军队死守平壤 结果3万人见上级跑了 也都没抵抗一下跟着跑了在抗美援朝 第一次战役期间中朝双方因协调伐力 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导致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 朝鲜人民军物击志愿军等事件多次发生 这情况促使彭帅再次考虑 将中朝军队指挥权统一到自己手中 但今日成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老样子相当敏感拒绝配合 坚持双方指派攀谋担任通信联络 不同意 让朝鲜人民军总部靠近志愿军总部 不仅如此 今日成也再次提出中朝军队要归自己指挥 并向彭帅索要中朝军队指挥权 还写信给毛主席和斯大林 为此彭帅有点生气 他对金日成说 我的对中朝百万士兵 对中朝人民负责你不要胡来 彭帅比金日成大了十四岁 论资历论战绩论悲凡 这样说并无不妥 后来毛主席回信 炫金日成以大局为重 让他把朝鲜军队的指挥权 暂时交出由彭帅负责 但金日成仍然不听 依旧我行我素 双方因为中朝军队指挥权的问题 甚至闹到了莫斯科 最后由斯大林亲自拍板表示 完全赞同由中国统治来统一指挥 这时金日成才不停不愿地交出朝鲜军队的指挥权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多多 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 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请不吝点赞同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